母亲怀孕六月不幸重度烧伤 但她为了度中未出生的孩子 凭借顽强的精神力量坚持了下来 并且发誓要一定保住这个孩子 重度烧伤的她究竟能否把孩子生下来 她又承受了怎样的痛苦 接下来敬请听小编魅女讲解 生在山东省为方释放子趣 本来平静的中午却被一声巨响打破 一家火烧店的火烧炉突然发生了爆炸 凶猛的火焰瞬间吞噬了整个店面 店里的一家三口则在火中尖叫求救 邻居们立刻不立即对三人进行了检查 发现有两个人是全身都被烧伤 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好着的皮肤了 最后一个人也是全身90%的烧伤 只有肚皮那里有一点蛮好的皮肤 随着检查的进一步深入 医生发现她为99%她的老公和婆婆 医生通知焦冰颖的家人抓紧时间来医院 焦冰颖的姐姐交治疗 但还是瞒不住她妹妹 焦冰颖经常会问老公与婆婆的病情 看见姐姐回答得很敷衍 焦冰颖察觉到不对劲就一直追问 焦冰颖眼看瞒不下去了 就只能把真相告诉了妹妹 本来焦冰颖和孩子一块的 带上哪边去 对于焦冰颖来说 肚子里的孩子是她现在坚持活着的唯一希望 她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孩子 焦冰颖的家人见她如此坚持 答应她一定会治好她 保护好她未出生的孩子 焦冰颖见家人答应 就在焦冰颖一家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事情迎来了转机 村子里的人听说了焦冰颖的感人事迹 自发组织捐款凑了几万元 由村支书交到了焦冰 感动了所有人 许多社会人士纷纷向这个可怜的母亲伸出援手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无论男女老少都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焦冰颖先非常感动 也是被焦冰颖的事迹所打动 主动减轻了一部分治疗费用 治疗的过程中考虑孩子 很有可能大人孩子都保不住 所以最好放弃孩子 焦冰颖的家人听到医生的建议后 感到万分纠结 他们既想尊重焦冰颖的想法保住孩子 又想让焦冰颖活下去 没过多久他们决定瞒着焦冰颖保住大人 但是没几天焦冰颖突然非常激动 因为她感受到了肚子里的动静 那是法的她就让姐姐先把烧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轻生地狱麻麻 一定会把你生出来的 焦冰颖再次向医生请求 一定要优先保住孩子 如果实在不行用自己的命 换孩子的命也没问题 所有人都被她顽强的母爱所感动 最终决定遵从她的医愿 在保住孩子的钱 焦冰颖因为烧伤全身都是死皮 为了之后能够更好地接受治疗 必须要把这些被烧伤的皮肤全部撕掉 皮也是给她自己撕掉 然后撕不掉的这些又剪子给她剪下来 都是我折的不忍心 我不敢看 我说能不能打指头折 她说 焦冰颖涂一种特质的药水 因为新的皮肤还没长出 血红的肉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气里 每次涂药水就像用刀在刮伤口一样 虽然这些治疗过程很痛苦 但焦冰颖都能咬牙筋取下来 但是接下来的一项治疗 才真是让闻者伤心听者罗泪 焦冰颖因为长期躺在病床上 如果不及时处理 每一次翻身都要把伤口和棉垫慢慢撕开 每一次翻身都会痛不欲生 每一次翻身都会把床单浸满血水 医生建议每隔两小时翻一次身 也就是说焦冰颖一天需要翻身12次 家人们非常心疼却又无能为力 但是为了她的健康 他们只能安慰她 红包包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在她唱的人都被她感动得流泪 就说包括我母亲 然后说 影音别唱了 小脸眼 本以为深处低谷的他们怎么走都是向上 然而命运的嘲弄再次降临 焦冰颖腹中的胎儿压迫到了她的呼吸系统 如果不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胎儿极有可能会窒息而死 但是24岁 焦冰颖害怕了 她有些犹豫 但她最终还是同意了做气管切开手术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还有那即将出生的孩子 即使你们不能陪着我 我也要陪着孩子 这是焦冰颖被推进手术室前对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 11月7日 焦冰颖 万事俱备 焦冰颖被推进了手术室 所有人都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手术室里的医生一刻也不敢松懈 焦冰颖现在处于发高烧状态 而且孩子也才7个月左右 能不能活着出生也是个未知数 在第二天上午10点48分奇迹出现了 在医生和焦冰颖的边 医生把婴儿抱到她面前时 她会心地笑了 那个笑容是发自内心的笑 是看到未来与希望的笑 医生很快对小婴儿做了全身的检查 除了早产体肤轻一点 其他都很健康 焦冰颖之所以能创造这个奇迹 正是因为她爱这个汗 可以在弹幕或者下方的评论去讨论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观众 可以点个免费的赞或者关注 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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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